繼續來關心的就是 全台灣車流量 最大的泰山市會站 因為要來配合到這個特化的鋼鐵 要來有的路段 要要訪問生活 現在上官單位鼓勵 想要進行車流量 請經過這個泰山市會站 有的等的時間 可能會回到二十分鐘 大型的機構跟長長的更緊張起來 跟人騎一個這條的頂頭時間 為了要配合國土以後 五國到有名路段的特化鋼鐵 國安教幾位 開山市會站 進行的ETC 大型車的 市會車道 自七號在六天開始 依照行車的方向 駕駛調整這個市會車道 雖然國安教已經在 整個市會站的正式公立 就設計大型的看法來 提起面借 但是要是人家看到 林港市會車站的部分 出現車速下班的情形 達到一個 如果必要的時候 這是一個 達到兩個 讓過戰的速度能夠加快 因為時間去當達十四個月 國安教正的開設變度 讓市會的車路也有七十月 不過 北京也有一個 極限的降級車速 國安教國際在上脈進行之下 車輪經過泰山市會站 等停的時間 另外 除了泰山市會站 大正營時間 在後來 白天晚上11點開始 後來一項基電系統 南北相向的主線 也將會全部都放起來 有過時間的期間 將影響一萬兩的車廁 機場系統這一個路段 那這個路段我們要辦理的是 西行線這個橋樑 拓寬的一個調樑作業 那這個調樑呢 剛好就位在國道一號的上面 所以為了用路人的行車 安全 還有我們施工安全 我們必須要對這個路段的相關的 國道還有道路進行管制 國安教表示 因為這個特樑工程 影響到南北相向的交通 所以首先在地上 我們的路段 比較明顯的所在 設定基因的路牌 要幾月後再拿路線 給便宗使用 有過中的車和營路段 差不多十到十五分鐘的行車時間 所以提前便宗 一定要提早出門 並且批几關節路段 來就請自己報告的時間 繼續綜合報導 要求 Scorpion 10 16 谢谢大家